這次我們要介紹幾個海島 保證你絕對沒有聽過 如果你真的聽過的話 你現在可以立馬關掉影片不用看了 這些海島分別是 Koku Kotachai Kokurongle Kokwadam 還有Kofai 你看 沒聽過吧 嗨大家好我是Celine 嗨我是Leo 剛剛講到這些島是真的都在泰國的海島 而且這些地方真的很特別 因為幾乎都只有歐洲人會來 根本就很奇怪嗎 歐洲是沒有海灘嗎 那其實剛剛講的那些海島 都有一樣的特質 他們都有乾淨的海水 有超棒的沙子 還有非常擰靜的氛圍 有些還有不錯的設施 像是躺椅 餐廳酒吧 跟好吃的食物 但是很多人聽過的Pattaya 巴東海灘 這些都沒有 那到底去泰國哪個海灘不會踩雷呢 以上我們針對五種類型的人 推薦給你們不同的海島 影片看完我們會做一個投票 記得投給你最喜歡的海島類型 未來Spice就會針對這樣的類型 做更多的介紹 如果你要去這種超少人聽過 超Hardcore 然後又超難去這種無人海島的話 泰國其實還有這些海島 像我隔壁這位 他曬這麼黑就是因為他上禮拜 跟我去度假 他上禮拜去的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這些無人島的其中一個 老涼島呢是一個從台北要飛兩班飛機 再搭一個小時的車 再搭一個小時的船 才會到的無人島 不過這島上是可以住的 而且是那種海景低排 直接在沙灘上 不過那個是海灘上的帳篷啦 好那今天喜歡我們這支影片 記得幫我們一個 我現在要來開箱房間 嘿 最讓我驚訝的是居然可以充電 然後裡面就是很簡單的床 不過我覺得還不錯耶 像這樣的地方然後 包含三餐 然後一個晚上一個人 1500吧我記得 而且因為他這邊的食物 全部都是要運過來的 這個島上的resort呢 他會幫你準備帳篷還有三餐 那超美的海灘旁邊就是那種 濕灰的地形超級漂亮 那因為海灘面東的關係 所以你早上一出來 帳篷外面就是超美超美的日出 欸重點來了 這個島一個晚上呢只有10個客人 所以你真的有那種 住在無人島的感覺 你知道嗎 上禮拜台北都在下雨嗎 喔對 我就是上禮拜去 就真的就是上禮拜發生的事情 這裡除了沙灘很漂亮之外 你還可以攀岩 而且這些水下世界 其實都也非常的漂亮 因為沒有什麼人來污染 所以整個呢 還可以看到整個是彩色那個 軟珊瑚 那大部分的事情 你大概就是在沙灘上面耍廢啊 然後你知道看書這些就是 天啊感覺超chill的 不過這邊唯一的缺點就是 晚上真的有點無聊啊 大概吃完晚餐之後 你又8點就可以睡了 就是完全沒有任何夜生活可言 不過好處就是 你們每天會非常精神可以看日出 也算是體驗原始生活的一部分 我其實只在這個島上待了3天 但是感覺像是放了一整個禮拜 因為真的太悠閒了 你知道台北上禮拜都在下雨嗎 不知道 不只老涼島其實這樣的海島 泰國還有很多 從普吉島一路到蘭塔島 然後再到立貝島 這一段裡面其實有很多還沒有被開發 也比較安靜的這些小島 其中像是Koburongle就是其中一個海島 那如果你不想要搭兩段飛去 去那麼遠的地方的話 你其實還是可以去五人島 像我們剛剛提到的Kofai 它其實離最有名的巴達雅 你只要搭兩個小時的快船就到了 那你可以選擇住在格蘭島 再過去就比較近 這邊也是人超級少的超棒海灘 而且海底世界非常的豐富 那以滿月派對文明的帕岸島 其實在沒有滿月派對的時候 你可以享受到很寧靜的氣氛 而且這個時候去的機票其實也比較便宜 我們不建議從有名的蘇美島飛進去 你可以改從蘇拉塔尼機場過去 機票就會便宜很多 其實大家真的不要把無人島想的很可怕 或是很難去 因為如果是想要住在島上resort的話 其實他們都會幫你安排好交通 像我當時去老梁島的時候 就是resort派車來機場接我的 所以想要去無人島度假的人 然後不要再猶豫了 趕快訂吧 跟上禮拜台北都還下雨 你已經講了第三次還第四次 因為我很不爽 如果你還是覺得好像很難規劃 不用擔心 我們在spice的app裡面 其實就有針對這些海島的行程推薦 除了影片介紹之外 我們會有文章直接告訴你詳細的交通攻略 值得去的景點還有一些很棒的餐廳 所以如果你想去泰國的無人海島 他沒有餐廳 但你還是要下載app喔 你一定要買app喔 那通常要去到影視海島 就要付出比較大的代價 前面我們提到的老梁島 你就要再先轉機 再搭車再搭船 但如果你不想要轉機 想要花最小預算 就可以有影視氛圓的話 我們就很推薦曼谷附近的巷島 說是附近啦 但是也沒多附近 因為他從曼谷到巷島這邊 雖然只要500塊台幣 但是你要搭6個小時的車 然後再拉轉 所以省錢的代價就是花時間啦 spice當時到巷島之後 還到了附近的另一個無人島 口靠 我們去了之後也是直接愛上 他同樣有奶粉沙 有超乾淨的海水 而且如果你在一大早去的話 還是可以獨佔整個海島 不過到了下午就會比較多來day tour的人啦 但他就不像我們前面的帕說 可以坐在島上 去巷島除了可以造訪五人島之外 島上的開發其實也很有限 尤其是如果你到東邊的long beach 更有影視的氛圍 而且巷島很適合各種人群 你知道嗎 因為它的海灘有家庭式的 像北邊的wide sand beach 就有很棒的度假村 背包客的話你可以去 中部的longly beach參加party 情侶的話你可以去南邊 或者是東邊的這些影視海灘 都有一定的隱私 講到水上活動的話也有 你可以參加跳島活動 參加浮潛啊 這邊甚至有非常厲害的沉船可以看 那想要看更多曼谷周圍的海灘的話 可以到這支影片有更完整的介紹 如果你沒有那麼追求影視感的話 你只想找個地方好好放鬆 拍一些好看的照片 我們最推薦的是曼谷附近的華星 它離曼谷其實只要兩個小時的車程 這裡的海灘也許不是最棒的 但是它有非常放鬆的氛圍 還有很有藝術氣息的景點 這邊有紅樹林你可以去散步 然後你可以去紅酒莊放鬆 甚至有個藝術家專屬的村路 那周末的時候還有個藝術家專屬的市集耶 很多曼谷人其實會特別在周末的時候來這邊放鬆 最棒的是它還有一個超級漂亮的清水魔購物中心 只要點個低校 你就可以享受裡面的無邊際泳池直接面向大海 不只是泳池好拍 咖啡廳好拍 建築本身也超級好拍 有時它這邊甚至還會有海邊市集的那種藝術市集 你可以逛逛 你可以在這邊待上一整天都不是問題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比起巴達爾跟普吉島 蘇美島就沒有那麼觀光化 但老實說蘇美島的海灘其實沒有那麼好 而且也很觀光化 所以大部分的人去那邊就是住在W Hotel 大拍特拍 然後就待在飯店耍費不出門 就像Jenny 她上次去蘇美島一直在W Hotel 但是也只有Jenny去得起 我只能住一晚一千五人 那可以住一晚一萬 這邊要幫蘇美島平凡一下 它還是有不錯的活動 像是你可以去Anton National Park 參加的紅樹林遊船就很不錯 或者是你可以搭船到龜島去附近潛水 那你還有機會看到金沙喔 不過如果你的目的只是單純的想要放鬆 找個不錯的度假程耍費拍照 你真的不用去蘇美島 因為機票跟飯店都很貴 你直接去划心就可以了 剛剛講到的影視海盜之所以很寧靜 是因為他們都要搭很久的車跟船 但是如果你願意多花一點預算的話 就可以到那種不用搭很久的車或船 也還算寧靜沙灘瓶子也很優的地方 Spice 最推薦的就是泰國南部的克比 它跟我們前面提到的老梁島 一樣位在阿曼達海域 它就是個有點發展但又平衡得很好的地方 還有一些景點可以玩 而且主要的度假區其實離澳南機場 也大概只有一個小時的車程而已 真的還蠻方便的 澳南海灘本身人比較多 但是你可以在那邊看夕陽 那邊有很多海灘酒吧可以chill 但是你只要再搭10分鐘的長尾山 就可以到超級漂亮的萊莉海灘 這邊海灘最大的特色就是 旁邊有超級厲害的石灰岩地勤拍照 超漂亮的 那如果想要更有挑戰性的話 你可以去參加攀岩客 你爬到石灰岩上面 就可以看到那種整片海岸非常的漂亮 萊莉海灘再往南走之後 就可以到有海10棟地勤的Panam Cave 這邊的夕陽也很讚 不過因為萊莉海灘已經非常有名了 就不會有那麼隱世的感覺 鮮硬化可以找上去 克比的好處是他除了海灘之外 你還有一些很不錯的景點 如果你不喜歡一直帶在海灘的人 你其實可以考慮參加一日遊 你可以去到有這個藍綠色湖水的翡翠湖 真的超級漂亮 而且你還可以泡這邊的天然溫泉 甚至你還可以泡一千個階梯才會到的虎枯寺 看克比的市景 聽起來一點都不吸引人 我寧願去爬一百街我而已 不要上禮拜在台北啦 如果你是想要更隱私的感覺的話 你可以花一天在克比之後 直接搭船去蘭塔島 我跟大家講一下 我上禮拜除了去老涼島之外 我後來又去了蘭塔島 我現在真的超想回去的 蘭塔島是我們去過幾乎泰國所有度假海島裡面 最喜歡的一個島 這個島我兩年前就去過 去年Cyndia去過 今年Seline又剛剛去 這裡的每個海灘附地都很寬很長 所以人都很分散 就算人不少 你也不會覺得特別的擁擠 就是電影裡面那種度假感 超美 那蘭塔島可以做的活動也不少 你可以去洞穴探險 你可以去南部浮潛 而且這邊的潛水 甚至有機會可以看到金沙還有風雨 不過大部分的時間 你還是在海天上耍廢 因為真的是太放鬆了 那我們在那邊遇到歐洲人 至少每個都說去過五六次 真的是超誇張的 那想要看更詳細蘭塔島介紹的影片的話 可以看資訊卡這支影片喔 或者你可以去克比西邊的PP島 它是泰國非常有名的派對島 但可惜也是 目前最有名的這個電影場景的馬雅灣 它為了保護環境已經封起來了 不過它周圍還是有很多很值得造訪的跳島行程 像是我們推薦的這個Mr.Shed的艙尾船行程 它可以帶你去隱藏了點浮潛啊 還可以看到交沙什麼的 那我們也會把它的包船的資訊 放在影片的敘述裡面 好如果你是喜歡潛水和浮潛 一定想要把你大半的旅行時間都花在水下的話 泰國當然也可以 泰國的Kotachai Kobun 還有Retrio Rock 這些都是世界上最棒的潛點之一 我之前就去過那些地方潛水 那邊真的是我看過最多魚的地方 真的很壯觀 這些島你可以從普吉島北邊的考拉過去 那考拉本身就是一個非常讓人放鬆的度假區 很多法國人會專程去那邊度假 而且離普吉島才一個半小時的車程 只有跟那邊完全不一樣的氛圍 在這一區我們最建議的度假方式就是 直接住在船上 因為你每天就是潛水和曬太陽 那船有時候還會帶你去一些島上去曬太陽 這邊也絕對不會遇到其他人 那如果你不會潛水的話 你就可以考慮住在考拉的度假村 每天也就在這邊享受沙灘 然後搭船去浮潛超級秋 OK 那以上這些就是我們在泰國最喜歡的海灘目的地 但也不能說其他比較觀光的話 度假區就一定很差啦 像是最最最有名的普吉島 你只要避開最有名的巴東區往南走 你就可以找到像是Paradise Beach啊 Catanoi和Nighrond Beach 這些非常棒的海灘 他們都在飯店前面 所以都固定有人在清理 蘇美島的Chengmong區 其實也算是平衡得不錯 但是非蘇美島的機票 因為市場被曼谷航空整個獨佔 價格實在是太貴了 所以Spine其實不是這麼的推薦 至於現在也越來越多人知道 甚至旅行團也開始造訪的這個沙美島 它的西邊跟南邊其實也還都有不錯的海灘 也算是蠻寧靜的 那現在泰南越來越多國際公園 像斯米蘭群島一樣 選擇在5到10月的雨季封島來維護它的生態 所以我們真的不建議大家為了便宜的機票 就選擇在雨季的時候去泰國的海灘 你不止有些島不能去 你搭船的時候風浪還不較大 有些浮潛或潛水的點也會因此不能去 去海島的時候當然大家還是會想要參加一些海島活動 或者是一些海上的景點 你會在島上看到一堆的旅行社會去一樣的地方 但是價格從便宜到貴的都有 這種時候千萬不要就直接選最便宜的 我們之前去過這麼多的島 參加過這麼多的Tour 我們還是覺得評價才是最重要的 沒錯 在選Tour的時候我們建議大家可以去查一查 它在Trip Advice上面的評價 那它是一個全世界的旅客都會使用的旅遊評價平台 如果這間店拿到了5顆星的評價 代表它可以滿足幾乎來自全世界各地的旅人 所以我們也幾乎只會選擇5顆星的店家 你不會想要為了省幾百塊就毀掉你整個旅程吧 好的店家如果遇到不好的海礦 他們可能會臨時變更目的地或者是取消掉整個行程 會這麼做是因為如果旅客因此有了不好的經驗或者是遇到危險 他就會在Trip Advice上面留下不好的評價 反而對這間店來說是不好的影響 他們也許比較貴沒錯 但絕對不是沒有理由 如果你只用價格來挑選船家的話 他們的策略就真的是以量取勝 他們真的是在乎是量而不是你的命 胡吉島在去年7月的翻船事件就是一個非常好例子 在天氣不好的時候硬是要帶你出海的船家也有啦 但這就代表他們把錢看得比你的性命好重要 所以我們真的是不建議啦 好啦以上就是我們對泰國海灘的推薦地 還有給大家一些小提醒 那針對各個海島更詳細的攻略 你可以直接載我們的APP到城市攻略看 我們會直接幫你安排出行程 直接告訴你這些海島要怎麼玩怎麼吃住在哪裡 那APP上還有更多除了這些海島以外 其他隱藏海島的介紹 不想錯過的話你一定要載我們的APP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記得幫我們按個like 也要記得訂閱開鈴鐺才不會錯過更多我們的海島影片 還有其他東南亞的特殊玩法 想要及時follow我們的動態 問我們一些旅遊相關的問題的話 別忘了追蹤我們的instagram 別忘了留言告訴我們哪個海島最新的你 還要記得投票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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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次提供